记者无数位新北报道,新北金山蹦火载捕鱼近年来闻名全国,这种鱼法是利用黄石加水产生鱼却瞬间点燃火炬,利用鱼类趋光的特性吸引鱼群跃出海面以插手网捞起,因为鱼却点火时会产生巨像,所以被称为蹦火载。 但每年大家到了金山观赏蹦火载鱼法后,却少有人知道捕捉的鱼后来到哪里了。 蹦火载捕鱼主要所捕捉的鱼种是青鳞鱼,近年来由于价格关系,大部分被卖至中南部当作饲料使用,不容易在市场或是鱼摊上购得。 但在新北金山当地却有一位高龄90岁的达人谢永昆,依循传统以青鳞鱼制作鱼肉,让古早的调味剩品得以延续。 金山文史工作者郭庆龄说,在过去农业时代的农村生活普遍困苦,要吃到海鲜的机会少之又少,鱼肉成为了少数可以吃到海味的机会。 而使用鱼肉又可以作为盐、酱油的替代品炒菜、卤肉与蒸鱼都可以使用,受到广泛的欢迎。 也因此北海岸鱼村流传了一句谚语,韩人蛋番薯换海水,一只农人拿农产,番薯跟陶海人换鱼肉海水。 郭庆龄推荐的吃法就是炒番薯食,以鱼肉代替盐,使番薯叶吃起来兼具海陆风味。 郭庆龄分析,北海岸鱼肉的做法有两种,第一种是过去鱼船的动力和冷藏能力均不足,所以捕获到鱼货后会返航,由鱼村的赋。 女以烧肺的盐水烫熟上岸的鱼货,避免腐败并延长可以使用的期限,而烧肺的盐水烫过了一批又一批的线捞鱼货,成了高浓度的鱼汤,也就是鱼肉。 但此种制法因为冷冻技术的发达,早已不存于事。 第二种的鱼肉就是谢永坤的制作方式,他表示自幼家族就已在使用此种制作方式,以蹦火鱼法所捕捞的清零鱼,加以发酵过后制成。 故名蹦火鱼肉,无论何种制法,与东南亚鱼肉的差别就在于气味,第一种做法因为没有经过发酵过程,自然不会有臭味。 而第二种制法多了将臭味煮沸的手续,支存鱼香。 每年蹦火季从国立五月初到中秋节左右,当首批青。 鱼上岸时,谢永坤就开始了酿制的过程,因此当初秋来临时,需要四个月酿制的鱼肉也陆续完成。 根据过往经验,到隔年蹦火季开始时受凿,又开始了新一年的制作,周而复始。 蹦火鱼肉0911-905-362,新北市金山区黄榜路52号,店主年事已高,建议前往购买前先以电话洽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